大家好,再次感謝英格蘭超級聯賽指定啤酒,Buddweiser 贊助我這個蔡侯瓶,先喝杯 上次有人說我喝得少,今次喝多一點 其實這些高質素的東西是慢慢的 我們今次選了這場韋斯咸對車路士 大家應該都知道為什麼了 原因就是這場球很重要 可以說是這個月英超賽事當中最重要的 為什麼呢?因為大家都在欠前四的位置 誰贏得到的話,其實就大了機會增加前四的位置 如果誰輸了的話,前四的位置是岌岌可危 所以這場球大家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前個星期都隆重歧視了 一早跟大家預測過 這場的賽事大家要怎樣打 其實當時很多兄弟和我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無論韋斯咸還是車路士 他們的強項都是打快攻或者反擊 所以要對付對方的方法 其實就是不讓別人打快攻或者反擊 而令到自己有得打快攻或者反擊 掩蓋對方的強項去釋放自己的強項 當時我就說,啊,杜曹可以這樣做的 保守一點 打一個傳統的三中堅 不用怎樣想進攻變形 傳統三中堅用兩個正式的左右後衛去打 奧道爾就不用用著的 用正式的左右後衛 就可以做一個比較保守的態度 去對韋斯咸不讓韋斯咸打反擊 當時我就說,杜曹這麼聰明的教練 應該想到這個方法 我當時就說,他想到的話 應該會贏到韋斯咸 結果,今次我們看到的陣容 杜曹真的用了我的建議 我們立即看看陣容 杜曹就直接用了艾斯帕麗古特隊長 去打右後衛 後面就放了三中堅 正式的三中後衛結構 沒有想過進攻的時候轉四個後衛 但很清楚 是要多一點的防守素材 而且進攻的組合 還用了很快的組合 可以看到沒有怎樣保留 暫時不會怎樣理會 下一場歐聯對黃馬 不會理下一場歐聯 還有沒有速度型的進攻 怎麼輪換 今天放了最快的進攻組合 蒙特、天武雲娜、佩蓮石 要車路士今天做到最快的反擊速度 來確保自己車路士可以拿到三分 進軍前四的位置 而車路士又真的進了快攻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今天車路士進快攻之前 他們反而是有多一點的控球權 他們反而是要多一點面對密集 車路士反而是不能打穩守反擊 而韋斯咸反而是打穩守反擊的 韋斯咸理論上 他們這樣做是想送車路士進入主攻陷阱 車路士今天面對密集的時候 其實都是得軟射的 但是為什麼韋斯咸 他這樣打穩守反擊 但是沒有反擊可以打的呢 反而會被車路士打個快攻來入球 這麼奇怪的呢 為什麼韋斯咸是拿不到他們應得的反擊回報呢 為什麼車路士又會得到額外的快攻掌賞機會呢 那答案呢 就是韋斯咸他做了一樣多餘的東西 但是他又做漏了一樣東西 就搞到這件多餘的東西 變了有害的東西 聽起來是不是很複雜 需要再說一次呢 韋斯咸他做多了一樣多餘的東西 但是他又同時做漏了一樣東西 搞到多餘的東西 就變成了有害的東西 整個邏輯是不是很複雜 不要緊 我慢慢解釋給大家知道 首先呢 我們現在要立刻做一件事 就是喝一口Bugweiser 進入狀態先 提升我們的想像力 大家就會快點明白的 那我說了呢 就是韋斯咸做了什麼多餘的東西 韋斯咸其實他們今天想打穩守反擊 這個都很清楚的了 其實呢本來是對的做法來的 但是大家如果熟悉足球理論的話呢 你會知道 穩守反擊的相反是什麼呢 穩守反擊這種防守方法的相反呢 就是全場壓迫 其實是可以說是矛盾的 為什麼呢 你打穩守反擊 你的想法就是 你不想讓對方打快攻 你縮在後面 別人不能快 別人是要面對你的密集防守 好啊 你全場壓迫呢 就是反而有機會被人打快攻的嘛 那如果你兩隻東西一起做的話呢 那究竟你是想怎樣的呢 那所以呢 就是會有個矛盾點在這裡的 你全場壓迫呢 你伸出去的嘛 你前中後三次拉開了的嘛 好啦 如果你同時把兩隻東西一起做的話呢 有矛盾點的 那當然啦 你可以說的 喂 我跑得很快的 我全場壓迫失敗 還是被人拆過了半場後 我馬上跑回來就行了 我跑得比別人快 我回來收縮 那都可以解決這個矛盾點了 是的 你可以這樣做的 但是當你這樣做的時候呢 你真的要有很大的體能狀態 你才可以做得到的 喏 韋斯咸呢 可能真的這樣想 為什麼呢 他們發現呢 自己韋斯咸的休息日子 就真的多過車友市幾天的 那所以呢 韋斯咸覺得 我這次在主場了啦 那還要呢 我有一個叫做體能優勢 那我就這樣做咯 就是我做多些事情 那我防守 都是很緊密的啦 那跟著呢 我又加多個全場壓迫在前面 希望多一點反擊機會 壓下別人的後場猜球啦 那我打算做多些事情 不怕的 我有體能優勢 那但是我又想問一件事 呃 現在多少月啊 那如果呢 你說十一月在聖誕快車之前 我覺得 你這樣做的話呢 你應該可以 因為當時呢 就還是這個呢 上半季 你應該都還是有很多力 那但是現在 咦 四月尾了啦 那這樣就問水一點的啦 那你要記住一件事啊 收縮防守區域呢 已經算是很浪費體能的防守方法來的啦 那你再加多一件事叫做全場壓迫 而全場壓迫呢 就是這麼多種防守方法當中 最浪費體能的那一款 而你將兩種浪費體能的防守方法 你都放在一起 你極度浪費體能 那所以呢 你除了要顧著月份之外 你還要做多一件事的 你做了多餘的事 全場壓迫之外 你要再做多一件事 補回數 是什麼呢 你是要想盡辦法做多一件事 去補救回你所消耗了的體能 就是給自己回氣 那怎麼回氣的呢 回氣的最好方法呢 就是你拿回個球 控一下那個球 拿回個控球率來進攻的 那其實呢 有踢過球的都知道的啦 進攻的時候呢 就沒有那麼浪費體能的 那所以進攻的時候呢 就是可以保存一些體能 給你回一下氣 那但是韋斯咸呢 就做漏了這件事的 就搞到他們今天的比賽當中呢 是回不了氣的 那由於車路士呢 很多時候都能夠成功 用短傳的連結 去猜過韋斯咸的全場壓迫 令到韋斯咸的全場壓迫 成功率是偏低的 所以韋斯咸呢 整天都要極速回防 跑回來收縮防守區域 那才可以不讓車路士打到快攻 再不停收縮 那這一種的做法呢 打到半個小時之後呢 都是不停這樣的 當時呢 當時呢 你會見到車路士已經拿到七成的控球率了 韋斯咸呢 已經是做了全場壓迫的了 但是車路士都依然是拿到七成的控球率呢 那你就知道車路士拆過半場的效率有多高有多厲害 而這個韋斯咸的體能壓力也都有多大 所以韋斯咸呢一定要爭取一些時間去回一下氣啦 可以給自己呢 就是回氣的機會呢 就是車路士進攻完之後 給韋斯咸 韋斯咸呢 再用控球率的時間 去換取回氣的時間 但是啊 韋斯咸呢 就是這裡了 做漏了這件事了 他們呢 就不會好像車路士那樣 用一個叫做短傳連結 去拆過對方的全場壓迫的 接著呢 在前場那裡控球在腳的 他們不是這樣做的 韋斯咸是怎樣做的呢 韋斯咸的守門員 或者後防球員 他們選擇過半場的方法呢 是大腳就這樣踢上去 不是短傳連結 是大腳就這樣踢上去 有什麼問題呢 問題就是這一種大腳踢上去的方法 是很容易失控球拳的嘛 那麼你這麼容易失控球拳 你就變成不能拿回控球率 你不能拿回控球率 那就是你沒有時間回氣咯 那跟著呢 又回到車路士 車路士又可以不停用短傳連結 很成功的樣子 拆過半場再慢慢控球在腳 又迫到你韋斯咸又收縮 而你韋斯咸又要極速跑回來 車路士又長期控球在腳 韋斯咸就變成不停在捱 從來都回不到氣 所以整個邏輯大家現在清楚了 你不停這樣衝來衝去 全場壓迫又跑回來 你很浪費體能 而韋斯咸又不做一些短傳連結 去控球在腳 給自己回氣咯 即是你不給自己回氣咯 那所以呢 就搞到 這個多餘的全場壓迫 變成有害了 你不回氣 你全場壓迫 就變成會害了你的體能 那麼最終啦 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你幾時不夠體能 跑回來的 就是輸了那一下 結果呢 你就是打到 上半場的尾段 四十二分鐘 那你就累咯 尾段 你熬不住 那你就跑不回來 就被車路士打快攻入球 這裡呢 大家都明白了 為什麼車路士的高控球率 都是可以用快攻入球 好 剛剛就說到韋斯咸很累 累呢 都是要吃點東西 補充點能量的了 我們今天呢 有東西介紹給大家 那就是網上訂靠Pizza Hut 火熱套餐 一個餐 就有了Pizza 和小食 那現在呢 還可以加5元 就將汽水升級 做Budweiser的500毫升 啤酒一罐 一路看球 一路探Pizza 一路飲Budweiser 很棒 還可以壓勻 最重要呢 就是一次過送到你家裡 那我又不客氣了 我又補充一下體能先 新吃法 挺新鮮 挺正 不過呢 說回韋斯咸 相信他們就是沒有吃Pizza 去到42分鐘呢 相當累了 跑不回來 大家留意那個球的過程 你會見到 後防球員都回得來辛苦 但是有一個人 零零射射射 回不了來 那個就是奴寶 回不了來 結果呢 就被這個 車道士打個快局 你會再留意到 就是天武雲拿 做貝隆門支點的時候 其實他都浪費了不少的時間 但是 依然是等不到韋斯咸 那些人都回來了 好了 回不了來了 那變成了 詹維爾可以進去 那裡 第二波全中 就是送個必入球機會 給天武雲拿 破入球方 當中 做超級連結人 就是這個佩蓮石 你會發現車道士很快 所以車道士這麼快的時候 你韋斯咸 還是做全場壓迫 給他們打這些 當然就是多餘 還有 這一個就是天武雲拿 他把握力這麼差 但是今次 都有這麼多空間 讓他進去 不進去都不行了 所以呢 你就反映到 韋斯咸的戰術問題有多大 就讓天武雲拿 可以終於突破入球方 那既然天武雲拿 這麼難得突破入球方 我們都真的要 跟他喝杯Birdweiser 慶祝一下 先喝多幾口 吃完薄餅 喝Birdweiser 又真的挺合的 不過呢 天武雲拿 你那一刻 真的 就是 撿雞呢 就麻煩你射高波 或者好像雲佩斯那些 擠高的波 套過手門員 你射地球 人家的腳都擋住了 射高波 有信心一點的話 就進了 如果你夠膽射高波的話 那 杜曹那個樣子 都不會這樣 其實呢 天武雲拿最近 換了角色 就多了在快攻反擊當中 做超級年紀人 做推波 再傳送助攻那個 就少了要他 去到最前那裡 射門打壓機會 但是今天的位置 又給他打最前 要他射門 其實本來 都有點擔心 但是呢 他都能夠輕鬆 有這麼多空間 把握到機會 都再一次能夠證明 韋斯咸的戰術出了一些問題 可能你會說 你都不能要求韋斯咸這麼多 因為今天又沒有懷斯 又沒有安東尼奧 這兩個這麼重要的球員 而且韋斯咸呢 始終都是韋斯咸 後場短傳連結 插過半場過人的全場壓迫 因為這些這麼高難度的事情 對他們來說 真是很難做到的 所以就不夠膽做 免得會送大禮交失波 去到下半場 他們被迫這樣做的時候 就有很多失誤 所以他們就不夠膽這樣做 正正就是這一點我就是想說 所以就是 既然韋斯咸是忌不如人 那你就不應該做這麼多餘的事情 你不應該加插全場壓迫下去 你應該簡簡單單 就這樣收縮 穩守反擊 那車路士就不會有今天的這個快攻入波 而且韋斯咸也沒有這麼浪費體能 你不用消耗這麼多的體能 你就不需要做回氣的事情 你就不需要用這個短傳連結 拆過半場再拿控球率 這些韋斯咸承受不了的高難度動作 也可以你收縮 就送這個車路士入主攻陷阱 那只可以韋斯咸打反擊 車路士不能打反擊 這樣的方法 其實有機會對付到車路士 這個也是我所說 韋斯咸本來是應得會拿到的回報 可惜 就是韋斯咸自視過高 本來你不需要那麼吃力 但是你呢 就是很吃力去做全場壓迫 也沒有效 吃力不討好 自討苦吃的了 是主動放棄了應有的回報 也反而更令到車路士額外得到獎賞 今天的車路士本來想著都很辛苦 要消耗體能去打這場球 不能保留一些速度型的進攻點 的體能去打歐聯 誰知道韋斯咸這樣踢 多了額外的控球時間 竟然補隊的體能去對黃馬 這個就是額外獎賞 而且今天控球的期間 還有些快攻的機會 控球都可以打快攻 即是更加額外的獎賞 下半場韋斯咸已經沒有力 比賽的品種變成速度緩慢 假對攻 車路士也多了控球的時間 又補充到體能 又額外獎賞 有時候輪到車路士送韋斯咸入主攻陷阱 然後連加特面對密集打 進攻中場中路就沒什麼看 走位就欠缺洞察力 就處理不到中路的複雜走位 另外韋斯咸也欠缺卡士維 可以打左邊中堅 又或者可以打左後衛的球員 變了沒有這個人 進攻的時候 就變不到營造四個後衛 就真的入了主攻陷阱 今天講了這麼久 大家都會發現 我將重點放在韋斯咸的犯錯身上 但是講到車路士那邊 都要讚一讚 首先要讚什麼呢 除了車路士今天的針對性部署 用犯規戰術 不讓連加特推波做超級連結人之外 你會發現車路士的陣容當中 有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就是艾斯帕利古達 這個隊長 打在右邊的Wingback 這裏 真的不得不稱讚 或者可以說是佩服這個 結果就是倒吵 偶然呢 突然之間呢 是用了一些很特別的用法 戰術 又對的 又不會說噜噜 又不會說錯的 而且呢 又真的看到效果出來了 為什麼用艾斯帕利古達 打這個右邊Wingback呢 除了保守一點之外 其實他的冷靜 他的連結的穩定性 就是幫助車路士 拆過半場再上去打個快攻 所以用他就變成有這方面的好處 你記住 全季艾斯帕利古達都沒有打過這個位置 一用他 立即有好處 有效果 這裏呢 要讚球員 要讚教練 進攻呢 就用對了艾斯帕利古達 但是防守 又不用擔心的呢 他本來呢 是速度有點慢的了 不過又不用怕 杜曹悉心安排了一個人呢 在右邊中間的位置 就是鬥著他的位置 這個呢 就是基斯丁神 就不是用不懂補位的數碼 用基斯丁神後邊呢 就是補回這個艾斯帕利古達後邊 變成了呢 進攻方面用到艾斯帕利古達的好處 防守方面也補到他的弱點 這方面呢 設計是很完善的 另外呢 車路士拆過半場的效率這麼好呢 亦都要歸功於他們用了個三中堅的結構 這裏呢 我都可以再次提醒大家 三中堅結構面對對方全場壓迫 到底有多少好處呢 首先呢 大家都會知道 對方的高位壓迫呢 一定三個了 沒有理由四個那麼多 都是三個那麼多 人家三個壓迫你後防守 如果你後防守四個在後場猜球的話呢 那人家三個壓迫你四個呢 是有機會成功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後邊有五個 你三中堅五後 為你五個人後面猜球的話呢 人家三個壓迫你五個呢 就壓迫你四個壓得那麼好 那還有一件事呢 你贏了人數優勢之外呢 你的好處就是 你兩邊的輪胎是站前一點 這個最難怪的 因為人家三個壓迫你三個中堅的時候 你兩個輪胎站前一點呢 初始位置就過了人家的全場壓迫 那當你交到球去到後場猜球的闊度兩邊的時候呢 基本上那兩隻輪胎就已經過了你的對方的高影壓迫 變成呢 你就已經先天性過了人家的高影壓迫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可以猜過半場呢 就再伸上去打一個快攻的 那所以呢 為什麼呢 我經常都說呢 三中堅五後衛 打這些呢 面對對方的全場壓迫賽事 打快攻上去 甚至打來回高速球 打大戰是最對的 而三中堅五後衛呢 你收縮的話呢 也有個好處呢 就是頂對方的明曼明曼高波啦 那還有呢 就是你可以擋住對方呢 就是入HalfSpace的那些位置的 那當然啦 三中堅都會有少少的壞處的 那就是說 如果你收縮的時候 你只有兩個防守中場 那不過 如果你的中堅呢 可以時不時彈上去防守中場位補的話呢 其實也是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所以三中堅呢 他唯一最大的問題 那個弱點呢 就是他面對密集的時候 就是進攻的時候 面對密集的時候呢 他就不是說很夠進攻火力的 而現在現階段的聯賽 很多的中下游分子都會收縮防守區域啦 那所以我就經常都說的 就是強隊 你面對密集 你就不應該用三中堅 但其餘的時間 你是可以用的 那只不過呢 就是因為現在你聯賽很多時候 都是對很多的密集 那變了呢 就是不可以長期用三中堅 但你偶然用呢 其實是會有一個很好的效果的 那另外呢 最近都很多教練呢 就開始懂得呢 是面對密集的時候 的三中堅變形的 由三中堅變成四角後衛 又加上進攻點前面 對上去呢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彈性一點 去處理到不同的比賽品種 那這個或者是未來的一些趨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這種變形的方法的 到最後啦 就說回今天的紅牌事件 那這一件事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 都是很慘的 其實呢 巴貝娜他是想解圍的 他踢個球 就順勢不小心 把雙腳放了下去對方的摺維尼身上 結果呢 就一個危險動作 就吹了紅牌 那我覺得呢 他沒有心 當然是呢 你會覺得很可憐的 那但是我都必須要提醒大家 其實紅牌是合理的 為什麼呢 你留意一下 這一種足球的判決 其實有點像我們社會當中 在法庭當中的判決 這一種呢 就叫做 考慮了社會因素 社會反應之後呢 再是得出來的一個判決手法 你會發現呢 有時候這些判決呢 就是比你想像中判重了的 為什麼呢 就因為呢 如果我這次是判黃牌 不是判紅牌的話呢 會得出一個呢 就是後續的問題 就是其他那些球員 古惑一些那些球員 他呢 就會用同樣的動作 去企圖侵犯對方 就是說呢 喂 我沒有心 我解圍而已 我收不設計而已 我踢了下去而已 如果他用這些方法 向你解釋 你變了呢 你又啞了 你又判不到紅牌給他 甚至你根本知道 他是有心 都判不到紅牌 所以就唯有呢 就是把所有 這類型的事件都判完紅牌 就是避免別人呢 就是走法律 那 去用這些藉口 去做到他自己呢 真是非法 或者真是有心犯規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呢 這一次的紅牌事件 雖然是 很可憐 但是沒有辦法 通常撞到這些呢 都是只可以這樣說 是不幸運的而已 不過小弟呢 就非常之幸運了 又得到Bugweiser 是外式外戶 再次感謝呢 就是英格蘭超級聯賽 指定啤酒 Bugweiser 讚賞我今次的賽後瓶 再次跟大家喝一杯 先喝一杯 喝一杯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